- 大家好我是Joe 今天我要帶來一個網上常問我的問題 也就是呢 我的平常飲食的組成大概是怎麼樣呢 多少蛋白質 多少碳水化合物 以及多少蔬菜水果類呢 今天呢我將不管是增重還是減脂 我也是提醒我 都會在影片裡面介紹大家我使用的方法 我們呢就先從我平常增餐的飲食組成來開始 如果以一盤子來說的話呢 有二分之一左右的盤子會是蔬菜與水果 另外二分之一就分別為蛋白質與油之類的組成 那假如我要吃澱粉而且我想要去控制我澱粉的攝取量的時候呢 我澱粉攝取的比例呢 就會與我平常堅果這種油之類的攝取的比例差不多 澱粉類其實是我們肥胖與否的重點 我認為我們澱粉量攝取的多寡呢 取決於我們的身體對於這些糖類與澱粉類的容忍度 與處理他們的能力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知道說我們對於澱粉類與糖類的容忍度如何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平常的飲食啊是跟著像大眾主流的飲食方式來進行的話呢 會發現說往往呢一個盤子裡面一半以上會是澱粉類 另外一大半呢是肉類與油脂類 而其中的油脂使用的呢通常都以化油居多 最最重要的蔬菜與水果類的份量呢卻往往為不足道 如果你是跟隨著這樣子的飲食方式 而你的身形呢卻是在適中的範圍以內的話 那可能代表說你對於澱粉類與糖類的容忍度呢是較佳的 反之呢如果這樣的高澱粉飲食呢是你的身形呢呈現肥胖的話 那可能就代表說你對於澱粉類與糖類的容忍度呢是較差的 但是呢就算你的體質對於主流的高澱粉飲食容忍度很高 體型不至於肥胖但是也不要高興的太早 因為這一類的人呢往往因為沒有肥胖的顧慮 而更加忽慮飲食以及運動的重要性 因此呢如果你好奇自己對於澱粉類跟糖類的容忍度是否較差的話 就可以試試看澱粉減量並且增加蔬果以及優質油脂的攝取的程度 也就是說呢你可能要放下過去的主流這種高澱粉的飲食方式 而試試看就提供了這種飲食的分享 也就是高蔬果以及適量的蛋白質以及油脂的攝取方式 我沒有要妖魔化澱粉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夠正視一下使用過多澱粉可能對身體造成的負面效果 依個人的體質調整自己適合的攝取比例與攝取量 以達到健康的目的 這些呢就是我平常三餐組成比例呢背後的道理 而我一天中的早中晚啊還有三餐之間的點心呢 基本上也是以這個比例去出發的 像是呢我的早餐呢就會在喝一大杯水之後呢 攝取一至兩份的蔬菜水果 並且呢再攝取二到三顆的蛋 以及部分的堅果讓自己增加的飽足感 提供些油脂來當能量 而午餐晚餐呢我的盤子來說一半以上呢 也會是蔬菜與水果並且搭配一份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公克的肉類 就像是我分享的雞胸肉一塊啊或鮭魚一片啊這樣子的概念 而優質油脂的部分呢我通常就會選擇堅果啊蛋啊或是酪梨醬之類的 而平常肚子餓的時候啊我的點心選擇是積餓的程度來決定份量 不過通常是呢一到兩份的水果 加上一到兩顆的蛋或是二分之一到一把的油之類 而我通常在運動前一個小時左右呢也會吃一下這樣的點心來提供等一下運動時候的能量 而另外一個比較偏向於增重我們目標的運動前飲食的選擇呢 則為把盤子分成三份 一份呢放蔬菜與水果另外一份呢放肉類 再來的三分之一呢放高品質的澱粉類 如糙米啊跟地瓜之類的 使用這些高飲雅價值高鮮的低升糖澱粉類呢 可以確保血糖的穩定而不至於你等一下訓練運動的時候呢體力快速的消耗 至於市面上可見的各種全麥五股折量麵包算不算是高品質的澱粉類呢 我個人呢則會打上一個問號 而理由呢我也將在未來的影片當中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的目標比較偏向於增重的話呢也可以把這一個飲食比例當成你運動後的飲食選擇 而運動後的飲食攝取是否應該要等一下還是立即食用呢則是見仁見智了 如果你的目標比較不是增重而是偏向於減脂維持體型的話呢則可以參考一半蔬菜水果 另外一半呢則是肉類一份的飲食比例 就是這樣啊不過重點呢還是在於可以準備一本筆記本來記錄自己的飲食 然後還有呢身體的一些狀況像體育脂肪啊還有你的Progress 你的Bench或是你的Pull-ups你的單缸可以多做進下之類的這些東西 持續的記錄你的運動還有你的飲食的話 你可以更清楚看到說你做各個舉動對於你的身體各個方面的成長的影響 所以咯 What works for me might not work for you 所以呢還是要找出來吃了自己的這個澱粉的比例 你可以去朝這個方向去試試看也要看看 It might work for you too 就是這樣啦 Better Joe